我们来想一下这个题目 他说呢 从一副扑克牌 52张牌当中取出8张 以至前7张是梅花 要我们求第8张 也是梅花的几率是多少 那大家来想一件重要的事情 我们学过的条件几率 就是说把条件呢 跟你要求的事情的几率 给他写清楚 他的条件是 前7张呢 都是这个梅花 OK 梅花我们给他画一下 然后呢 第8张也要是梅花的几率是多少 好 所以呢 长起来应该像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就想一下啦 条件几率的式子当中 代表的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要去求第1到7张牌 是梅花的几率 然后呢 以及这个 第8张牌 是梅花 而且1到7张牌 也都是梅花 所以第8张牌 是梅花 跟第1到7张牌 都是梅花 的交集的意思就是什么 其实他代表的意义就是呢 第1到7张牌 是梅花 这个是分母 这个几率没有问题 跟第1到8张牌 是梅花 的几率 所以我们去算一下 这两个之间的几率 所谓的第1到7张牌 如果刚刚好都是梅花的话 其实我们的几率 算起来会是52张牌当中 取7张 然后呢 梅花这个颜色的13张牌当中呢 就取7张 这是他的几率 然后呢 上面分子啊 非常的重要 分子的部分呢 则是在这个52张牌当中 取8张 然后呢 在13张牌当中 取8张 OK 所以呢 我们去算一下 这个结果就会是 C13 然后呢 乘7 C13取7 然后这个分母也放下来 所以变成 C52取8 然后上面这边呢 是C13取8 乘上呢 C52取7 所以去算一下里面的结果 这边呢 是 因为这里刚刚好 7接8接呢 全部都可以给他约掉 这边也是8接 8接 彼此之间呢 都可以约掉 所以这个是13呢 后面 连成7个数字 这是13 后面呢 连成8个数字 有点讨厌 所以呢 我们就把它都写出来好了 13乘以12 乘以11 乘以10 乘以9 乘以8 乘以7 然后这样子 7个数字了嘛 那上面应该就是 乘到6 对不对 13 乘以12 乘以11 然后乘到6 那13乘到7的部分 都会约掉 所以上面剩下的部分呢 其实简单来讲 就只有6而已 好 我们这边呢 就写一下 上面剩下6 那同样的呢 这边是52 乘以51 然后呢 连成8个数字是多少 52 51 然后呢 其实你就减8加1 就是减7 你基本上就是乘到45 对不对 好 50 然后49 48 47 46 45 应该没有错 8个数字 所以呢 这边乘到45 那上面只乘7个数字 上面乘到46 一约剩下45 所以算出来呢 是45分之6 也就是同除以3的情况下 是15分之2 这就是呢 我们要的答案 可是 如果你冷静一点想的的话 这题真的有这么复杂吗 这个我们当做是第一个解法好了 这题真的有这么复杂吗 我们来想一下 其实这题真正的内涵是说 诶 已经知道前7张是梅花了 然后第8张呢 是梅花的几率到底是多少呢 前7张是梅花 就代表我52张牌当中 已经有7张牌被我抽掉了 所以呢 只剩下45张牌 那同样的呢 这梅花有13张牌啊 里面也是已经有7张被我抽掉啦 那我就是要抽剩下那6张梅花 到底能抽到的几率是多少 你发现 根本就是在剩下的45张牌当中 里面剩下6张梅花 所以我抽到梅花的几率 其实就是15分之2 就解决了 根本不用写上面漏漏等等 这么多的东西 重点是什么 因为我已经把前提给它消化掉了 也就是说呢 我的前提不需要变成条件几率的分母 我把前提呢 让题目根本就改成是 如果今天我是在一个45张牌的一个扑克牌里面 里面只有6张是梅花 其他各13张呢 都是这个黑桃啦 红星还有砖块 各13张 所以我抽到梅花的几率是多少 那么就是45分之6 也就是题目呢 已经被你改过了 所以以后要维持灵活的思维 当我们在求条件几率的时候 很多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去简化我们的前提 也就是利用前提呢 去简化题目 而不是硬去算一个条件几率 希望你可以灵活运用这个概念